各位好,歡迎收看本月份的線上小學堂 今天我們要和各位分享Digitnoter遭到駭客入侵的事件 Digitnoter遭到駭客入侵,使得駭客可以發放假冒的憑證 或者是獲得憑證資訊 那這些影響所及的範圍包括哪些網站呢 包括了Google、Yahoo、Facebook、Skype等等這些很大的全球知名網站 今天我們就要向大家介紹一些關於憑證的觀念 底下這邊就是我們今天的大綱 首先會給各位簡短的說明什麼是憑證 再來我們會給各位說明說網路犯罪者如何利用所謂的憑證這樣子的東西來犯罪 最後我們會給各位介紹說如果發生了這樣的情形 我們應該做出什麼樣的防範措施 那什麼是數位憑證呢 數位憑證是由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網站所簽發的一個 憑證 它可以提供使用者在網路上 與網站之間有加密而且安全的通訊方式 我們可以看一下下面這邊 那左上角我們就看到它 會有一個所謂的憑證授權單位 比如說我們常常會叫它CA Certificate Authority 那憑證授權單位它就會發放憑證給網站 譬如說發放給Google或是Yahoo之類的 然後網站就可以因為這個憑證而跟通訊 跟使用者之間採用加密的通訊方式 確保資訊安全 那使用者在瀏覽器裡面 就在IE或是Google Chrome或是Firefox裡面 它都存有受信任的跟憑證授權單位的信任清單 也就是說當我看到這個憑證 它的發放單位是在我的清單裡面 我才會信任這個憑證 才會將這個當作是安全的通訊方式 然後有效憑證的要素 我們看到左下方有提供有效憑證的要素有哪些呢 包括第一個就是要符合網站憑證的名稱 第二個要記載有效日期而且沒有過期 第三個是這個憑證必須是受信任的憑證授權單位發放的 所以它的過程就是當使用者連上一個網站 我們看到過程應該是使用者連上一個網站以後 網站裡面就提供了憑證 那使用者瀏覽器就會去檢查這個憑證 然後去檢查憑證的發放單位 然後看看這個憑證的發放單位 是不是我受信任的 如果是我信任的發放單位我就會跟他做 做通訊然後用加密的方式 確保我的資訊安全 這個很重要為什麼呢 想想看因為我們常會在網站上面輸入各種的資訊 譬如說電話號碼 譬如說email address 或者是地址 然後有的時候我們會有信用卡編號 信用卡號碼 或甚至身份證字號等等 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個人資訊 如果今天我們 假設我們在一個銀行的網站 或者是我們要登入網路銀行 或者是我們要報稅 然後要登入政府的網站之類的 結果我們無法確認這個網站的真假 或者是我們無法確認我們跟網站之間的通訊是安全的 這樣子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那如果說有一個網站我們連上去 然後結果 我們在檢查 我們的瀏覽器在檢查這個網站的評證的時候 發現他可能是無效的 譬如說發放的單位 我們並不認識 不在我們信任清單裡面 或者是他的評證已經過期了 那這些情況下呢 我們的瀏覽器都會跳出一些警告訊息 警告我們 然後會提示我們 看我們要繼續瀏覽這個網站 或者是我們要停止瀏覽這個網站 好以上就是有關於數位評證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主題BGnoter BGnoter它就是其中一個具有公信力的 數位評證發放單位 然後它是位於荷蘭 那在2011年9月份的時候呢 有新聞報出來說 DGnoter在2011年7月19號 也就是說已經超過一個多月之前的時候 DGnoter遭到駭客入信 那也就是說 在這中間的一個多月 它其實駭客已經取得非常非常多的資料 而且有非常充裕的時間做很多的事情 然後 這中間呢 駭客 他假冒了 這中間駭客他就假冒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這邊駭客他第一個他就會先滲透進去 DGnoter的網站 入侵DGnoter 然後他取得了 發放假冒的評證 或者是他取得了評證的編碼 或者是加密的方式 那DGnoter不知道 所以他就 按照正常的流程 跟往常一樣 把評證發放給網站 這些網站我們剛前面提過 包括 就是一些世界知名的網站 包括比如說Google 或者是Facebook 然後Yahoo Skype等等 大家都中獎的 然後 那這個網站裡面 他就存有正常的評證啊 當使用者瀏覽這個網站的時候 使用者瀏覽器去檢查這網站的評證 發現他是DGnoter發放的 所以就信任 然後就開始了 使用者瀏覽器跟網站之間的通訊 使用者跟網站 跟DGnoter 都以為這所有通訊都是安全的 但是 因為駭客入侵了DGnoter 所以駭客在這個時候可以發動所謂的 中間人攻擊 就是Man-in-the-middle attack 然後他就可以在 使用者和網站之間的通訊 因為他了解了 評證的資訊 所以他可以直接一致補漏的 把使用者的資訊都截取到 那根據調查呢 派客 入侵DGnoter以後 所發放的微貌評證 或是取得的微貌評證 只要至少影響了30萬的用戶 使用者 他們連到 他們以為是安全的網站 譬如說Google 或者是政府的網站等等 他們以為是安全的 可是其實 對於駭客來講是完全透明的 好 那最後呢我們來看看 碰到這樣的事件 我們可以做哪些防範措施 第一個就是 當有這樣的新聞 其實不只是有這樣的新聞 有這樣的事件發生 即使是平常 我們也應該保持警戒心 即使是使用HTTP S 有加密過的網站 我們也要提高警覺 雖然說 看到S好像安心一點 但是有的時候 新聞還沒爆發出來的時候 它就已經不安全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其實在網路上 如果要進行任何資訊傳輸 或者是有關於比較 重要的私人資料的時候 我們都應該三思而後悉 再來就是除了數位品證之外 其實我們要留意其他蛛絲馬跡 因為有一些網站 它就是利用長得很像的瓶子 譬如說我們幾乎天天都會用的Google 它是GOOGLE 但是今天有一個網站 它跟Google看起來一模一樣 而我們也沒有注意到 它的網址卻是G00GLE 然後它的評證也是 譬如說也是BGNOTER這樣子 具有公信力的CA發出來的 那這個時候 我們很相信這個網站 因為LHTTPS 然後它的評證又是看起來 又是我們信任的合法的 我們就連上這個網站 然後做一般的操作 這個時候可能這個網站是假的 不是可能是G00GLE 這網站 絕對不會是Google這網站 所以它絕對是假的Google 而這裡面的評證 可能就是駭客發放的 假冒的BGNOTER的評證 我們相信了這個評證 然後我們去 在裡面做操作的時候 我們輸入我們的Email Address 我們輸入我們的密碼登入 這個時候我們就是把我們的資料 公手送給駭客 所以除了評證之外 我們要留意像這樣子的情況 再來就是不可以忽略 瀏覽器發出安全性的警告 瀏覽器是我們的第一道防線 它幫我們去檢查 剛剛我們看到 幫我們去檢查這些數位評證 這些certificate的有效性 合法性 它去檢查它的發放單位 它會檢查它的期限等等的 所以當瀏覽器告訴 給我們警告說 這個評證是無效的 是危險的 那代表它真的是無效 真的是危險 不要就是直接按掉就算了 這個我們就要特別小心 最好不要去造訪 這樣子去瀏覽這樣的網站 最後一個就是更新瀏覽器 可以阻擋像這次的事件 Digitnoter的評證 這次的事件 因為Digitnoter處理的態度 非常的消極緩慢 而且讓所有的人很不信任 所以各家大廠 譬如說微軟 譬如說Google 微軟的IE 還有Google 還有Firefox 很快的他們都做出更新 他們都發出安全性更新 所以只要更新瀏覽器的時候 他們都會阻擋Digitnoter的評證 他們會把Digitnoter的評證 列入不受信任的 授權單位的清單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更新瀏覽器之後 我們再去瀏覽這些網站 如果他的評證 如果他的評證是來自於Digitnoter的 瀏覽器就會跳出安全性警告 說這個是不受信任的數位評證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保護自己 好以上呢 這個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 線上小學長的內容 謝謝您的收看 好 好 感谢观看